做的東西有點小,所以上來報告有點慚愧 剛剛有一個table是每一個部會 這邊其實是,剛剛有提到Ronnie 一開始去查這些資料有沒有問題 做的方法就是create一個機器人 然後到這個平台每一筆每一筆資料去看 看會有幾個問題,一個是他可能沒有辦法access 就是下輪問題,可以access之後 他可能內容有幾個問題,比方說 可能這邊是空格,就是他有空列 這邊的問題是會有不同的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嗎? 直接判斷 這個可能就是他的那個,就是中間有空白兩位 其實電腦會有些方法可以去猜說 你是不是表頭第二行第三行才開始 可是有些方法就是有些格式還是會讓電腦猜得出來 總之所以就是想像我們有這樣的程式 然後一次把那個data.gov的所有的資料全部爬過 然後結果就會是一個像是 結果就會是一個table 然後所以我今天在做的東西 就其實這只是用JavaScript重新寫一個table 那這個table可以是我做 比如說財政部現在在data.gov上面有最多的資料 大概1058筆 其中好的資料是機器可以解讀的資料 有71% 下載問題有6% 然後內容問題有13% 然後就是就可以重新收聽 比如說好資料最多的是 好資料最多的是 就是加一市政府衛生局100% 那它總共只有11筆 然後法務部的統計處 釋放出來的資料也都很好 都可以知道 那下載問題的 可以看就是最多的是 財政部統計處 就是有30筆 然後30筆全部下載都有問題 然後內容問題的話 最多的是 最多的是 行政院故宮 它有無筆 然後無筆都有問題 然後就可以這樣 就是其實就只是一個收聽 就是去收聽 就要收鞋 那其實這個收聽 雖然現在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 其實假如之後要extend 上面做一些簡單的小圖的話 其實現在的架構會很好做 其實今天剛好沒有很多小圖可以用 所以看起來 跟一般的table沒有存在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以上 好謝謝陸約 謝謝